深圣的摘旗 接着圣会利益拉开了许墓 要请每一个基督徒 在这四十天当中 我们要摘戒可哭不恕 有很多的教友 或许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当我们自己 意识不到我们自己有罪的时候 我们不会悔改的 就如同一个 一个人他感觉到自己不渴 他怎么去寻找水源呢 一个人没有感觉到饥饿 他怎么能够寻找反电去吃饭呢 同样在死孙摘旗 耶稣既然告诉了我们 你们都应该是生的 如同你们的天父一样是生的 天父在我们心目当中 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而我们跟天父所要求的 是不是已经相称了呢 死孙气 到底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当中 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不要认为死孙气让我们 在圣灰离异的时候 额上插上圣灰 这只是一个印记 然而更重要的 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 子孙摘旗 只是在我们头上撒灰这个印记当中 生活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这四十天当中 我们没有怼着 耶稣给我们要求的如同天父一样 更没有想到我自己的业余 是不是伤到过人呢 我的态度是不是真真实实在家庭当中 有点霸气的在地方呢 或者是在同时之间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人缘呢 别人反感我是我的毛病呢 还是别人的缺陷呢 四孙摘旗要求的是反省 一个不会反省的人 就不会认识自己 不认识自己的人就不会后悔 不后悔的人 他怎么能够改变呢 所以我们祈求天主 吹炼我们自己的物质与自私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犯了罪 伤了人 你比如说在家庭这种 父母呢 对我们娇生怪养 我们稍微有一点不顺心呢 我们说话的声调都搞了 甚至得有点情绪的 去挖苦自己的父母 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子嘛 你想一想这个态度 是不是上人了呢 所以当我们自己反省了以后 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改变 我们中国的孤寻告诉我们说 无日三次 在这一天当中 自己要三次的反省自己 现在恐怕不用说无日三次了 每天我们自己 能够好好地反省一次 也都不错了 每天晚上的时候 晚课经有一个悔罪经 很多教友念那个悔罪经的时候 念了天主世界 经跟着的时候 我想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思业行为上的 我是我罪我罪 告我打罪 那个念的那个经文 比炒豆炒得很快 过去了 到底你我罪我罪是 我罪呢 还是我对了呢 你做对了 还是你得罪人了呢 所以我们自己 虽然每天吹着胸口说 我罪我罪 哎呀我没罪呀 我做得挺好呀 我对别人的态度挺好呀 所以我们今天要反省一下 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被父母冲灌了 或者是自己在家庭当中 说话在地方 窄关了 或者是说自己 在同事之间的时候 哎呀我又天才 我又权利 我又学问 我又底位 这些都成了我们 神奇令人的态度 都成了我们 讥笑别人 操弄别人的一个机会 所以四孙摘旗 不光是让我们 有外在的这些撕裂 撕裂了我们的衣服 然而我们自己的内心 没有得到改变 仍然是 张不大的害子 所以我们今天 接着圣会礼仪 教会的咬牵 让我们自己 要摘戒 要可哭 要不恕 为什么要摘戒呢 就是要 驯服我们的律兄 谁是我们的律兄呢 谁是我们的律兄呢 找不到对象 哦 原来我生活当中 那种古怪的律脾气 就是我自身之内的 我自己不能够 驯服我自己的律脾气 那都叫律兄 我们看到 无上方吉格 他就称呼自己的本性 说律兄 同样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在这死孙摘旗当中 我们收摘的目的 就是要能够 让我们自己自律 都能够让我们自己自律 控制住我们自己 宝藏的脾气 控制住我们自己 不值一买那些肮脏的 天主说不喜欢的 家人说不喜欢的 私会 耶稣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教训门徒们说 你们要小心 不要在人前行人意 无意叫人凯见 那并不是说 我们就到 背地格闹的 去行人意的 不是的 也就我们自己 行人意的时候 行爱的时候 痛情怜悯 关心别人的时候 任何机会 都需要 出自本性的 出自本能的 去关心 去担待 去包容 去接纳 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耶稣所担心的 是我们 说了一个微君子 微君子 我们也曾经多次的 结识过 微君子的词汇 那现在最恰当的 一个词汇就是 烟远 你看我们看电视 看的多了 看电影 看的多了 在过去没有 电视 电影的时候 长戏 你看 这个烟远呢 他也能够 也忠诚 他也能够 也结诚 他也能够 也轻快的人 他也能够 也脾气暴躁的人 而他自己所 咽出来的 是不是他生活当中 真是溜露出来的 哪个形象呢 所以 烟远 都会奉长 作戏 烟远 都会重视 自己的角色 他 他细微的 在舞台上 咽出了自己 所担负的角色 该发脾气了 该懂怒了 该说好话了 该怎么样的时候 他都 鼻震的 咽出来 而自己的生活当中呢 自己的生活当中 是另一样 自己的生活 特别的糟糕 自己的脾气呢 经常的把那些 糟糕的垃圾心态 向自己的家人 发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耶稣 要让闷徒们 精神消息 我们所走的一条路呢 是一条窄路 我们所走的一条路呢 是得救之路 而我们 不光在生活当中 要避免周边的那些 坏毛病 坏习惯 因为我们所面临的 三丑 首先就由 肉身世俗 默鬼 肉身世俗默鬼 默鬼我们自己 也无法看到他自己的形象 就如同前一段时间 有人跟圣父说 圣父 为什么现在跟国去不一样了 国去那些老教友 一跟我们说 这里覆没了 哪里覆没了 一覆没的时候 给他驱没 哪个人得到质疑以后 都灵洗了 是的 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圣父那个时候 也还经常的经历 那些驱没的现象 驱没以后 那些人马上都得到了 马上都相信了 这是真天主 因为覆没的人 他又都有超越 本性的这些能力 超越自然规律的这些能力 人无法控制他 人无法控制他 我曾经记得原来在平山 修道的时候 万利那个地方呢 是一个小二楼 那次跟着契配神父 去那里驱没 一个格不高的附魔人 就跟现在那个饺子 国去生活水平不高呀 就那么大那个饺子 四盘 往那个堆里边一击 不饺都掖了 四盘进去了 会章看他不对 不对劲 往那个饺子上撒着圣水 一个饺子也吃不下去 原来墨鬼 真的我们自己想象 那么一定这个人 吃四盘饺的 吃不饱 还继续要要 原来是墨鬼 把他自己里走 那么世俗呢 世俗都是我们自己周边的 这些坏者 我们在这死孙摘旗当中 我们反省没有反省 经常给我们打的火热的 给我们关系不错的 我们晒酸过没有晒酸 如果他们跟我们的脾气性格怎么样 这个人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呢 你经常的跟好人在一起 你都会贬好 你经常的跟灰人在一起 你都会贬坏 你经常的跟轻快的人在一起 你也就会轻快 你经常的跟孝顺的人 脾气平和的人 你也能够会受影响的 所以周围的坏景呀 或者是说 在这个近切世界呀 或者是说 崇尝着自由世界呀 我们自己到底想到过 没有想到过 哪一些是阻碍我们 旧灵魂 升天堂的 坏景呢 那么肉身 这是最难发现的一个 因为真正的职慧是认识自己 有几个能够真实认识自己的人呢 我们人往往 我们自己发了脾气 伤害了人 伤了人 我们自己还不知道 哎呀 他为什么要生气呢 其实我们自己的态度伤了人 作法伤了人 我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 但是我们自己 看别人的毛病 看别人的缺陷 听别人的语气 一听一个准 哎呀 你看他生气了 哎呀 你看他妈脏话呢 我们自己的眼睛 我们自己的耳朵 好像张着就是 张了一个 挑别人错误的眼睛 就张了一个 挑别人 说脏话的耳朵 从来都不去反省自己 所以 此孙哉奇 对我来说 应该 着重一点 要认识自己 到底我们自己 是不是 犹罪的人 如果我们自己 是犹罪的人 需要不需要 天主给我们 丰富的恩宠呢 此孙哉奇 接着自己的祈祷 刻苦善功 都是获得 天主 丰富恩宠的事情 在这个事情呢 天主 会接着 省事 给我们 丰富的恩宠 所以我们 没个基督徒 比喻我们 称为 微君子 比喻我们 在人面前 奉唱左戏 就要 先 好好的认识自己 好好的认识自己 不要只是 为了 突 他人的夸奖 他人的赞议 所以 耶稣告诉我们 你们 祈祷的时候 要进入内室 管上门 想在暗中的 腹祈祷 你们的腹 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我们不要认为 暗中的腹 都说腹 就永远生活 在黑夜之中吗 不是的 那是错误的 这都是很鲜然的 我们自己 在大庭光众面前 甚至在私下的 在没有人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行为 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我们是 灯台上的灯 我们的行为 就应该让周围的人 来主导周围的人 所以 我们进食的时候 不要像 微君子那样 免得着臭容 甚至 收了债以后呢 还说 我收了一个大债 我收了一个庆水债 这些不需要 不需要说出来 只需要我们自己 默默地去做 因此耶稣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那些微君子 已经得到了伤报 众人已经跨将了 他们的善功 跨将了他们自己 摘解可哭的 这些作法 我们自己 进食的时候 就应该梳头 就应该洗脸 就不应该叫别人 开除我们自己的进食 我们照常地去工作 我们照常地去 卖脸笑容地去 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 所有的这些 烦心的事情 护脑的事情 我们生活 就应该豁出 耶稣 复活起来 面对门徒们 向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我们的生活 能不能够 浪显出 复活的耶稣 所给予我们的 信仰之内的喜乐呢 所以让我们 每个教友 死孙在其四十天 好好地去默想 尤其现在的疫情 比较严重的时候 都封闭在家里 好好地默想 啊 粉丝 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